這家知名連鎖串燒品牌 創辦人陳彥霖是從小小攤車開始做起 他創業時就很有想法 要和市場上的十元串燒攤不一樣 選擇遠紅外線無煙烤爐 串燒不油價直接烤 再加上特製醬汁和漢方烤肉粉 平價衛生又獨特的滋味 讓人一吃就上飲 十多年來小小攤車 已經變成全台拓展約二十家分店 還有了自己的中央廚房 年營收破億元 未來更計劃到香港 韓國 美國等地來拓店 串燒烤至綠微上色 塗點醬汁 撒上特製的烤肉粉 瞬間香氣四溢 美味誘人 因為我們是用漢方烤肉粉 加一點蔗糖下去調味 所以我們在口感上面會甜甜鮮鮮的 那會保有一種焦糖的顆粒感 香噴噴的燒烤或串燒 是台灣人喜愛的美食之一 從路邊攤到精緻店面 年產值超過百億元 而連鎖串燒品牌創辦人陳妍玲 早在十幾年前就強攻這塊大餅 要在競爭激烈的串燒市場生存下去 沒有做出差異性怎麼行 那時候我覺得蠻多很便宜的燒烤 像十元燒烤 對對對 就可能十塊錢 那就很多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上是好吃 但是很油膩 因為牠們一定會炸骨 但是我就第一個 我就是先改成現烤不油炸 不油炸就不會有過多的 有害的那個油類的殘存在 在食物裡面這樣子 少了油炸步驟 除了減少身體負擔 更能品嘗到食物新鮮滋味 以及和醬料融合之後的美味 讓連鎖串燒品牌 成為許多老饕和名人的愛店 全台擁有約二十家門市 年營收破億元 你好 好 今天點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好 沒問題 別看陳妍玲經營餐飲事業 很有一套 其實她是法律系出身 但硬邦邦的髮條 可不適合個性活潑開朗的她 她喜歡跟人接觸 跑業務 三十歲時決定自己創業 因為年輕的時候就想說要創業 對 那跟幾個好朋友就 五一間就想說去過日本嘛 然後看到日本的烤肉 就日式烤肉覺得很厲害 就想把台灣的那個平價串燒 做得更精緻一點這樣 因為幾個人 年輕人在湊錢嘛 那其實一個小灘車入門很容易啊 就大概 當初大概二十萬不到就創業了 然後是用木頭的灘車 購買灘車做生意並不難 難就難再備料和經營 甚至開業第三天就碰上難題 被迫歇業 一開始我們是用木炭去烤 對 那木炭就是會燻到整條街 都無煙瘴氣的 對 那時候就是很多鄰居會來抗議 那我們員工也會 我們自己合夥人他們也會就是 身體很不舒服一直渴 所以我們後來就改成這種 遠紅外線的烤爐 因此在當時 大家都還是透過木炭燒烤 他們已經成為使用遠紅外線 無煙烤爐的先驅 我們的龍珠 其實我們選用的是特別大顆的 無資源硬幣的海大龍珠 對 那它除了吃起來口感比較Q彈 那也比較有海的鮮味 展新的中央廚房裡 自動串料機整心情串著熱銷的龍珠 串燒產業現在也跟上自動化腳步 陳妍林想起十多年前草創棋 每一步都走得艱辛 以前在串料的時候 因為人工串料會非常的辛苦 對 那除了就是在竹籤上面 如果竹籤分叉或什麼的時候 那手其實是很容易受傷 再來我們可能要從早串到晚 一天可能要串到16個小時 那因為路邊攤又風吹日曬雨淋那種感覺 那夜市有時候可能要擔心要跑警察 對 那那時候第一個月這麼辛苦下來 第一個月我只領到五千塊 困難重重 付出還跟回報不成正比 雖然曾一度感到灰心 但陳妍林沒為此打退堂鼓 他燃起鬥志絕不服輸 不會烹調燒烤就百時學意 人工串料太慢就想辦法客製化自動串料機 以前一個小時靠人力只能完成約300串 現在串料機滿載實 可以達到每小時2500串 效率大大提升 甚至更加整齊美觀 目前我們主要用串肉機的品項有骰子豬 然後骰子羊 還有我們的龍珠跟雞心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來做串料 如果翅膀因為它有骨頭 所以我們都還是需要有人工 那雞皮那種是更難的工序 所以都還是需要人工去協助 另一頭的人工串料區 大會兒買手忙碌 這裡程序最繁複的非雞皮莫屬了 我們雞皮從進貨進來之後 我們除了清洗過後 還要先蒸煮過 那蒸煮過後 我們還要用冰塊來把它做冰鎮的動作 那冰鎮之後我們才能夠做串料 那串料完我們還要再進去蒸烤 那蒸烤我們會烤到就是皮是酥的 但是內裡是Q彈不軟爛的 所以它的工序其實是蠻複雜 所以我們央廚這邊也常常是 供不應求的狀況 在央廚這裡除了串料以外 我們還會先幫店裡來做一個預烤的動作 方便他們在店裡的作業 那我們像雞類產品像大雞腿 雞翅 雞皮 雞心 雞軟骨 我們都會先預烤過後進極速冷凍做包裝 為了優化店面儲餐速度 央處理雞肉類的產品 與綠鮮預烤 鎖住肉汁保留風味 而串燒好吃的秘訣還有這一項 他們特製的醬汁和烤肉粉 當初會用烤肉粉是因為有想到說 大家一般都是很死鹹的醬料 那我們想要以養生為出發點 所以我們烤肉粉的部分 其實是因為我們家族裡面 我們親戚就在做調味粉的 所以當初就跟親戚一起研發 這個漢方的調味這樣子 我們的烤肉粉一定要搭配 我們手工熬煮的特製回甘醬油 我們的醬油本身它其實是沒什麼味道的 對 但是我們會加一些蔗糖 然後下去讓它的口感更回甘 所以它搭配我們烤肉粉 就會形成一個很甜甜鹹鹹 然後後勁會回甘的口味 獨家風味加上精挑細選的在地食材 串燒品牌知名度不斷提升 創業十年里程碑之後 陳彥霖再次給自己新規劃與挑戰 赤字千萬打造高規格食品廠 期望拓展更多商機 不只局限在B2C賣給消費者 也要做到B2B協助其他品牌代工 而原本的攤車銷售模式也大變身 全面改成店面營運 如果我們永遠是攤車的話 其實我們的質感是不會提升的 因為這個想法所以我們開始覺得 應該要往有內用式的店面去提升 乾淨明亮的環境 文清風的裝潢立刻成為打卡熱點 疫情期間更透過員工加盟方式 逆勢在一年內拓展10家分店 因為疫情過後我們自己在看這個市場 就是確實是有品牌性的 真的是存活率比較高 對 那資金周轉部分 因為為了形象 那大家會更認真的去處理客宿的問題 更努力的去提升品質 那甚至品牌的形象 美感等等的 從一台小攤車發跡 陳彥霖的漢方無煙串燒 人氣已經紅到香港 韓國 美國等地 要立足台灣 放眼國際 靠出亮眼成績 他們是鳳梨世家評鑑比賽中的常勝軍 不但要搶攻外銷 更要推廣食農教育